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這個月交了月費 五月初記得幫我報名 5月23至28日去My Radio看現場版 你幫我交多次月費 那就可以一起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沒有?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主持 黃陽達 黃毓民 早晨 大香港早晨 回到myradio和熱血時報 聯合一個早晨 節目大香港早晨 今早是4月22日 沒錯 對 對 對 如果你看直播的時候 你看到畫面 是有點錯愕的 因為今天的組合 令到大家 有少許 胃子眼淺一震 對 不單止是你的頭 他好像第一次見到你 有個白髮毛 那個陳四笑 我現在的頭像笑欣欣 笑欣欣 是嗎 我笑你的頭 不是笑你的樣子 他笑我的頭 笑你的樣子 對 確實是他也是明星 我都不介意 對嗎 他也是重來講 對 我們今天有 除了Christine 我只是重太 還有一位 其實你是主持還是嘉賓 是新主持 是嗎 是新主持 是呀 英軍 我們今天有英軍 經過和仔的面試 是新主持 你經過和仔的面試 和仔擔著雪卡 interview我 是嗎 和仔吃雪卡的嗎 他就坐你這個位 哦 是這樣的 就是丹美雪卡 然後跟你去什麼 interview 又是叫我找一些新聞 來讀給他聽 跟著要我分析 要你分析 有沒有 有沒有捏下你手臂 問你去哪裡做尖 那些人 沒有 和仔 你最後選了什麼新聞 最後我就是選了南亞 最後你選了南亞 因為比較清楚 是的 今天就商業退米 我們今早特別 因為我湯姆還在日本 那裡做一個特派記者 那今早有英軍 那如果你是有看這個 深小夫人信箱 深小夫人信箱 深小夫人視像廣播劇 抄出來 推一下 你可不可以用叮噹把聲 說一次大香港早晨 你這麼早就說 對呀 試一下 然後是熱血時報 和MyRadio聯播的早晨節目 你用叮噹把聲 早晨 大香港早晨 這個是MyRadio和熱血時報聯播的早晨節目 大香港早晨 不講話 不講話 在麥克風播出來像 OK的 像 我覺得像 像 但是不要再玩這些 我現在是大香港早晨節目主席 今天禮拜 我們幫你塑造那個形象 一個像叮噹的英軍 不說那句都說出來 留給夫人用 我想問英軍 英軍是你的朵 英軍不只是我的朵 因為我在英國做職業軍人 做了五年 你真的在英國做職業軍人 真的 不是騙你的 真的嗎 你什麼時候開始做的 一零年 一零年我去英國 一年 一年做 一年開始做 你現在回來香港做什麼 搞港獨 我離奇 你已經去英國做英軍的時候 然後回來香港 已經去了一個美好的世界 沒有錯 是一個南海 其實我也是 很忙的 我也是 你是美軍 我不是軍人 你不是英法職業軍人 我們勾結外國勢力 分裂 分裂中國 不是 這件事是這樣的 其實我去年都打算退役 因為我都做了四年 做了四年就退役 你真是這個 威廉王子 威廉王子 因為 其實說這麼多 都是想拿英籍居英權 是 是 可以拿到的嗎 可以 你是合法居留在英國 超過五年就可以 那四年都可以 就是你拿著BNO過去 對 拿著BNO過去 那但是 你本身 你又知道你一定考到的 沒有的了 沒有退路 破釜塵州 這些考不到 他不想的了 他有什麼要求 有什麼要求 體能 懂英文 你也可以考慮 你也可以考慮 你也懂英文 你也有體能 黃陽達也懂英文 他也有體能 I go to school by bus I teach in a Spanish way 這樣 我們介紹一下英軍 這個 因為你之後也會做大香港 之後也會做大香港 之後也會做大香港 會的 我定了時間 還沒定時間 還沒定時間 就星期五 踢走湯姆 是啊 是啊 我自從 我覺得這個畫面 那個組合多漂亮 很多 這樣看上去不錯 我自從決定做大香港早晨之後 我就立志 我第一件事要完成的 就是超越湯姆 誰知道我第一次回到他 就不在了 肯定怕了 但剛才你麥克風 不是這樣跟我說的 你說你很仰慕阿蓮 你想跟他們一起組織嗎 我想回星期一 但我怕坐到外面出了鏡 我們好 我們就好好招呼英軍 英軍來到香港 是一件 我們就在開個投票 對 我們就在開個投票 招呼一下他 因為英軍 英軍是挺特別的 我是第一次見他的 第一次見他 很多第一次見他 我是新西都有幫你做事 是嗎 你不知道 你下了街站嗎 沒有下街站 我昨天才幫你 載了那些 直到那些棍去元朗 是嗎 沒有人跟我說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高度 我告訴你 新西是高度 高度 高度自治 高度獨立運作 有一個地步 你都不知道 哪個族有其他街站 我掉了 我掉了 因為我已經有少 進入到一個地步 我不知道 二次出事的安排 是 那證明你下面的人 是人強馬壯 沒錯 沒錯 新西都很厲害 今早就有英軍在 剛才他也提過 阿和仔當時是做一個面試 之後他成功得到阿和仔的歡心 是嗎 你髮型跟阿和仔都有兩分的女感 我再留一會就差不多 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跟我看 今早第一節 不如說說你之前 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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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開個題 我們今早就是 講一下這個 元朗 因為是新西團隊 這裡是新西團隊 其實我講到團隊的 我義務幫新西做些事 不是義務 你以前在元朗住的 我現在也是住元朗 你現在也是住元朗 那Christine你也是新西的 是啊 我是你的忠實支持者 是啊 所以這裡是新西團隊 你很壯大 好 好了 我們講什麼呢 因為今天和最近 網上都有很多消息 或者有些所謂的 報導 就是講到元朗 特別是元朗 元朗和天水圍的治安 有些問題 很多的蝙蝠 特別是主流的媒體 我不講哪幾份報紙 通常都是那兩份 他們花了很長時間 有半年 差不多 就是 將一些 譬如是跟這個 小熟族裔 尤其是特指南亞裔 有關的新聞 就是不斷去做 近日 加上近日 就是 一陣子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在網上都出了一些 就是大家的 那些 分享 譬如是在說 搶嬰兒 然後可能搶手袋 那有個感覺 有個感覺 特別就著這個 小熟族裔 尤其是南亞裔 那個族裔 那好像是 有一些 比較多的 負面的印象 嗯 還有 這一樣也是 上升到一個政治的層次 去到一個很政治的層次 就是 無論有些主流的媒體 甚至政府 都在吹風的 就是說 喂 是不是要取消香港 香港是要退出這個 酷刑申請呢 是否要退出這個聯合國 是的 禁止酷刑公約呢 聯合國的禁止酷刑公約呢 那也是就著 在那個 有一些很負面的印象 的新聞的時候 感覺上 好像是做到 某一種的輿論出來 那所以 今天早上 特意找來英軍 去講一講 他自己是作為一個元朗人 再加上 他是英軍 那他 他說他自己也是很熟悉的 可能他對於 地區上面 對於 可能南亞裔人士 的狀況 就比我們更加清楚 好了 但第一件事呢 第一件事呢 我們首先撇開了 那個政治上的議論 就是在說那個酷刑申請 因為這件事情相對來說 是複雜的 還有背後是有一些的 就是猜測 我們不作出那個評論 但第一件事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 講一講那個 不如 就著你 譬如見到 有些關於南亞 譬如今天 有個報導 這個是東方的報導 來的 南亞惡棍 灣仔 肩膀 元朗 盜竊 有一些類型的新聞 你看到的時候 你第一個感覺是怎樣 就是看到這些新聞 就是會不會是 你好像 大部分 可能有些其他的 村民 那些 嘩 真的很恐怖 因為我自己 我家裡的那個是這樣的 不是說我老婆 OK 他一見到 你看那些南亞裔 那些真的沒有性 就是這樣 很多人都會直覺 有這樣的印象 但你自己 你那個經驗 或者你對他們的 熟悉程度大概是怎樣 如果我作為一個元朗的居民來說 其實事實上 聽回一些朋友 我住元朗的朋友 都是 最近 就是南亞 所謂的南亞兵團 在元朗犯法的活動 是相對提高了很多 那個比率 但是呢 我要提醒一件事 因為這件事 我老婆自己都搞錯的 通常呢 那些人說 南亞人 南亞人 只是泛指一些 根本不是非華裔面孔的人 他們就會叫他們做南亞人 但其實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不對的 因為呢 譬如在昨天發生的那件事 他發生的地點是 元朗叫做宏法徑的這個地方 他們就叫這裡做南亞街 因為那裡其實是一些 少數族聚居的地方 那原因可能是 他們建立了小社區 他們有自己的小生意 或者那附近的地方 他居住環境比較便宜 諸如此類的原因 但是其實那一條街 起碼有一半人以上 其實他們是尼泊爾人 是嗎 即是 現在你說 譬如這個報道 今天有一個報道 就是講那個南亞街 即是他那個報道 是所講的 就是元朗的宏法徑 宏法徑 宏法徑 但是這條街 其實他 裡面這個 是說的叫南亞街 但實際上是一些 尼泊爾的人 總比較多 多數都是尼泊爾 都會有其他印度 巴基斯坦 但是對於很多街坊 或者對一些報紙 尤其是對警察 警察 特別是警察 警察是不會分別人種的 不會的 警察黑暗醜惡 而且很笨 不會的 你有沒有見過 在那裡 那些警察混亂這些 然後搞出 搞出 沒有的 不敢跟那些人說的 不怕被人打狗拳嗎 很少去理他們的犯法 還有之前有新聞報告 元朗區元朗警區 大約有1000個警員 但是元朗有60萬個居民 元朗有60個居民 有60萬個居民 所以 如果一個 那你自己脫下條線 一個要對600個市民 一個警員 就是負責去招呼600個市民 所以 普通大陸人 大陸人 或者本地人犯罪的話 都很難處理 地方又大 何況一些 他們根本認不到樣子 不記得什麼名字 不知怎樣聯絡的南亞人 但是他們 譬如如果 在那條的雲法徑 即所謂的 即用那個報道 南亞家也好 或者其他小組 其實 他們在那個地方 聚居是一個 很正常的事 即聚居在那個地方 但是 為什麼會有一個印象 我用的印象 或者其實事實上也是 感覺上 好像在元朗那個 譬如 關於 南亞 或者小組聚裔 他們 發生一些犯案 或者 治安上面 都好像往往針對著他們 實情 或者你覺得是什麼原因 什麼一回事 會這樣 原因來說 其實很簡單 因為 先不說尼泊爾 尼泊爾那些 就是 聚加兵的後裔 他們是 英治時期的時候 石江軍營 他們駐守那些 聚加兵 即是尼泊爾的英兵 他們的後裔 就是聚居在那裏 落地生根 就不說他們 說回現在 為什麼會有些 犯罪的南亞兵團 聚居在元朗 或者錦田一帶呢 其實原因是因為他們 既然難民的身份 他們拿去逛街址 他們是武勤工作的 嗯 嗯 所以 即是很難找 根本就是很難找工作 很難找工作 通常都是找一些黑工啊 或者 兼職到 是的 所以呢 因為元朗 村地多 圍村 或者錦田裏面 很多廢車場啊 貨倉啊 但是呢 這個問題是這些是黑工來的嘛 所以他們相對比較低收入 那 被人剝削 一定是 一定是 你沒有身份去做事 會不會是這樣 而且他們是沒有其他的保障 譬如工商啊 沒有的 保險啊 那些保險界沒有 全部沒有 OK 但是現在 如果我這樣說的話 就是因為他們拿著去逛街址 去到的時候 他們找不到工作 難以找到工作 或者他們做的事 收入根本難 不可以維持到他的生計 不穩定 嗯 不可以維持到他的生計 是什麼一個說法呢 因為這樣說 譬如你說吃啊 我覺得吃可能是還OK 但是住屋 我想是最大的問題 住屋 他們可能會找回自己的同鄉 劏房就加了一張床 OK 因為其實元朗很多劏房 而且那些住屋環境是很差的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他們其實很多是因為窮 所以就變了要出來犯罪 或者戰亂 戰亂 嗯 或者他 對這些原因 對 其實還有一部分是被 譬如黑社會控制啊 販毒啊 諸如此類 那 對 因為我們看到黑社會販毒那些 最近有個新聞都在說他們 說之前那些走私啊 水貨 現在就找一些南亞人 要去做嘛 是啊 但是那些已經拿到證 是不是 不是各種各樣都有 各種各樣都有 各種各樣都有 你譬如在香港 來了香港久一點的 他可能蛇有蛇路就懂得 黑社會那些 那些事情 就找到事情做 那經他介紹剛剛來到的難民 他就可以一起去做那些事情 所以 各樣都有的 其實 其實 譬如我之前看回那些報道 有很多 譬如他會用假難民 去形容那些 譬如偷盜人士 那其實 據你所知 假難民這個情況 是不是其實真的很普遍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假難民 是否普遍 因為你根本就分 根本就分不到 他是真的難民 假的難民 還是他本來已經在香港住了很久 因為其實很多小族就是 他本身在香港出生的 但是他不跟你說話 你根本就不會分 他究竟是難民來 還是本地人 所以 但是現在就籠統叫了 他們全部都做 南亞人士 我自己就 你如果就這樣看一些 譬如主流媒體的報道 你不會這樣細分 你會變成所有 就算 他是在香港住了很久 在香港出生 或者是Gradar兵的後裔 你都已經 覺得他們全部都會是假難民 所以我覺得很不公平的 有時候對於尼泊爾人 因為我認識很多尼泊爾人 但是其實尼泊爾人是一個 品性很順良的種族 但是那些人很一概的印象 你不是華人面孔的話 你就是南亞人 我就歧視你 我見到你 街頭見到你街尾 這個牽涉一個很複雜的 一個人口政策 或者人口自主權的問題 因為剛才英君說到 那些人 譬如南亞人也好 或者其他一些不同的小數族 來到香港 是一個難民的情況也好 他是拿著行街寺 這件事是 一直以來 香港在對著這些小數族 基本人權的對待狀況 其實相對來說 是有少少落後的 譬如我舉例 不要說到元朗 我們之前 其實我們經常做這個越南難民 是 他們面對一個情況也是一樣的 就是他在香港 那他要住滿七年 才可以有一個身份證 找老公 有些社會福利 但是這一幫人 他們是因為受制住的法律 就是只要去犯任何一個條例 譬如扔垃圾 隨地扔垃圾 被人抓了 總之是或者是偷東西 他要由頭排過七年的 即是說 現在他們這幫人生活在香港的情況 就是剛才應該有說的 第一件事 他們拿著行街寺 那根本是難找工作的 而且你認不到他 即是說 即使我們看到 他可能需要一些幫助 即是他是一個真難民 他是一個真難民 那你沒有辦法 是可以接受到這幫人 第二件事就是說 不僅如此 而且就是說 他們如果一犯法的話 他在香港就永遠變成一個難民 即是永遠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 嗯 那這個是一個惡性循環 是啊 尤其是剛才提到 譬如他們的工作 是很難以維持生計的話 那我不想這樣 但是他們唯有 就是唯有去到一個挺而走險的地步去犯法 嗯 但是我知道是不對 一定是不對的了 但是 有時候走投無路的 他們就去搶 那這個除了要將他們 將他們拘捕有困難 但是政府都要負責 究竟應該怎樣正確地處理這一幫人 所以你表面上看的話 你會覺得的就是 南亞人特別發展多 但是如果你真是深入去探討 其實背後是 背後是一個社會問題的原因 是制度上出現一個空白 嗯 就是制度上的就是 我們是沒有 現在根本就沒有方法去處理 來自不同世界的一些小數族 或者難民 好了 以往 以往在英治時期的時候 那為什麼 不是在說你 我都不是 我都沒有知過你 是啊 以前是英國殖民時期的話 那為什麼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當時我們還有一些 就是英國政府 那它叫做殖民地 殖民政府 有一些的方法是 將裡面不同的人種 其實用我們現在的角度去看 都不是太合當 但是以往的做法是將它區分 怎麼區分 就是用曬治區和這個難民營 就是以往是用這個方法的 但是 你說現在要走回頭 去整個難民營的話 就是整個難民營去 裝回這些難民進去的話 你怎麼看 左膠就是說不人道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 你不要改名叫難民營 例如臨時房屋 類似的 其實我覺得 都沒有壞的 因為幾個原因 因為現在最大的問題 譬如一些難民 他來到挺而走險的地步的時候 他犯完案 他走回到家 走回到樓 你根本追不到他 他們沒有戶口的 你查不到他住在哪裡 你認不到他 又認不到他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解決方法 偷渡那些 找不到的才不說 譬如說 循政途來的真難民 他 我們是否應該安置他們 在一些臨時房屋 曬治區區裡面住呢 那不是說 困在裡面 他有出入的自由 但你譬如可以做回 一些 譬如出入這個 曬治區的時候 你意思就是提供一個 基本的住屋需要 基本的住屋需要 可以幫他們解決 是 但這件事 過去 有些爭議性 為何我會這樣說呢 就是 我們撇除了任不任道 但是 在英國政府流下來之後 其實英國政府管治時期的話 那些省治區或者所謂的難民營 是不是沒有問題呢 其實都有發生罪案 因為我譬如舉例 以前在杏花村那裡 有一個是難民營 杏花村有 台灣和杏花村中間 很大塊的 然後另外一處 另外一處就是 譬如我自己去過就是屯門 屯門就是美樂花園 進去裡面和古灘 以前那裡都是有難民營 當時 譬如在英治時期 相對來說不是大問題 為什麼 因為大家普遍都是比較窮 你沒有什麼可以 可以 都是小偷小摸 還有你可以衛生 這點是重要的 你可以衛生 因為很多工種 譬如擔擔擔擔擔 運輸 又或者是擺街邊 或者他們自己的社區 他們裡面會自己做一些小小小的 對 會做一些小小小的 可以做到 但現在香港不會有這些空間 沒有啦 如果 因為 就算剛才說的那條弘法勁 因為他本身都是很多小店 賣他們鄉下的香料 食品 但是因為租金的問題 很多都已經倒閉了 嗯嗯嗯嗯 所以 所以現在帶來的問題 就是會變回 純粹一個想 喂 即使其實 即使給一個地方去住 已經解決 我想啦 基本生活上面 那個住屋需要 是解決的一部分 但是 再現實一件事就是 你 這班人來到的時候 你是沒有一個政策空白 是啊 你又不讓別人做事 那究竟別人怎樣吃飯呢 是 可能有少少津貼給他 或者那些根本就不夠應付 根本就不夠應付這麼大的需求 嗯嗯 但是這個 我覺得呢 再進一步去想 再進一步去看 這個 是跟我們的全民制限有關的 我想說 因為 香港呢 現在去到一個地步 是挺倒退一下的 你想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大陸人來到香港 其實 我覺得 是不合當的 這個局局的比喻 但是 都累近的 單程政審批權 我們是黑想作業的 當然我之前有報導 是說200萬一個 但是 裡面其實可能有一些真是貧民 就是有些貧民 意思是什麼 就是他可能是一些農村 或者是比較落落少少的 窮少少的 真是真正家庭團聚的理由 然後 他去到一個深圳 是 就認識到一些 香港男人 是 然後 然後 來到之後 他真的不識字 也不懂得說廣東話 甚至沒有什麼謀心的能力 他來到的時候 他可能只是做洗碗 那 其實狀況是一樣的 不過 不過 香港的基本法有趣之處是什麼呢 這一幫人可以不用等一年 就是可以不用等七年 就拿到這個縱援 但是同樣 那一幫難民不是這樣的 意思就是說什麼呢 大家都是一個新來香港的移民 那為什麼有一個不平等的對待呢 就是因為他是中國人 因為他是大陸批下來的嘛 對 因為他是大陸批下來的 因為他是所謂的中國公民 所以是比 譬如南亞有的少數做得更加優越嗎 不會的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現在我們香港的人口的自主權 人口的管理上面 其實是 每一種人種剝削另一種人種 即是大陸人剝削其他所有人種 現在不是大陸人 現在這樣 譬如有一幫離地的建制派 但是他們是英籍的 就頂著那個肺 就剝削我們這一幫 在香港 真是拿香港身份證 又來不了地的香港人 那好了 更上一層的 就是有一幫是超爆離地的 但是他們是做特首的 那這幫是可能共幹 中共的幹部 接著有一幫離地的英籍的建制派 去到我們這一幫人 那我們這一幫人 你以為自己排第三嗎 即是香港人 你覺得自己排第三嗎 不是的 在輿論上 你看到那個年輕人被人弄哭了之後 然後所有的部長都在說 你們那幫香港人弄哭的年輕人 但實際上你們在被人搶東西 即是那個在說走私 令到當區破壞 生態破壞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作為第三種 上面有一種就是新移民 就是現在那幫大陸人 聲大甲駁的可以 那香港人其實排第四 但是你又以為你自己排第四 是你自己最頂層 不是的 原來排第五下面還有一些小屬罪裔 在香港是這樣的 那現在我們就是利用我們的主流輿論 就將這些小屬罪裔視為一些 就是有問題 比較負面一點的印象 犯罪分子 但是你看得清晰的話 你會發現到 是根本人口政策出現問題 一定是 一定是這個問題 所以你問我 你問我 譬如現在元朗或者治安 關於小屬罪裔的問題的話 可能犯罪率上面你看到 是一個特別 可能多一點點的地方 但是 不代表你的社會 或者政府 政府你是不需要負上責任 而最大的責任當然是政府 但是政府不是 但是我們的政府是殖民政府 所以去到這個部分的話 我的結論是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追求著 那個全民制憲的制度 其實是說著一個 達到人人平等的效果 就是人人平等的效果是什麼 是我們在香港有一個基本的權利 這個權利就是 無論是在衣食住行方面 你都是備受尊重的 那你沒有這件事的話 那怎麼辦呢 沒有這個制度就是 不是人人平等 不是人人平等 由哪裡去體驗 就是由你的膚蝕去體驗 就是你的顏色去體驗 見到你 你英軍 你全都問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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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白色但你全都問了新的 你一定是顧客仔 然後你跟他說 原來是英軍 喂 這些是很簡單的看法 但是香港是 香港社會是需要 更加多些類型的討論 但是 在主流媒體 他現在明顯是想做到一個效果 就是關於那個酷刑聲請的問題 但是關於酷刑聲請 我們要再開一節來講 不過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所以 去到這裡 我有消息 你補錯了 就是剛才說了這麼多 不是跟你說大外包容 你那些假難民 嘗試在元朗 讓我看到你搶手袋 諸如此類的 看著你 小心點 因為這個問題 總之人人犯罪都會被人欺負 是啊 就是這樣 不是你因為哪一種人 總之你在香港違反法律的話 你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總之假和尚 假黑衣 假難民 諸如此類的東西 在元朗見到我 被你犯案 傷害無辜的市民 諸如此類的東西 後果自負 這個是誰說的 上次是 後果自負 後果自負 鄭國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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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果自負 你也跟得條 警告了 好 我們第一節就給英軍熱身 因為講到自己熟悉的題目 我們第二節回來講一講這個 跟我有關的 劉炳章